大家好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1933年了解中国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 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又一年 因为这一年虽然日军大举进攻华北 可是蒋介石不顾民族威王 依然亲临南昌行营 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他的目的就一个彻底要消灭共产党 然而就在这种背景之下 1933年4月也就是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 前夕在位于南昌的国民党脚总的司令部 却出现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一幕 那天先是一名男子被带进了南昌行营的一个房间 紧接着楼道里传来了一阵稍显急促的脚步声 有人进来了谁呀 正是时任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 只见他一进门满脸堆笑 像是见到久别的朋友一样 亲切的拍了拍那名男子的肩膀说 好久不见你瘦多了 应该说蒋介石能有如此亲热之举 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抬举 是吧可是这名男子非但没有感动还从鼻子里边冷哼了一声说 无瘦身而肥天下不是校长您教导的吗 接着又说看校长也瘦了可奇怪的是校长瘦了而天下却更瘦 这是为什么呢 这男子一开口啊态度很不友好 句句直对蒋介石心口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是共产党员 您想啊 自从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 一直不遗余虑的屠杀共产党 那作为共产党人对蒋的态度能好得了吗 那您也问了 这位是谁呀 身为共产党人 这个时候怎么会出现在蒋介石的南城行营之内呢 听好了 这名男子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陈庚 后来的新中国开国大将 当时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南昌行营之中呢 那是因为前不久 因为叛徒的出卖 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 相信听到这儿 您肯定为陈庚念了一把汗 身为阶下之囚 竟然还如此的不给蒋总裁面子 这蒋介石还能够容得了他吗 可是我告诉你 不可思议的一幕就在此刻发生 陈庚的话说完 蒋介石面线尴尬之色 但是仍然是强做笑脸 打了一个哈哈 对手下说 来去我的房里 把我准备的那盒西洋参拿来 给他拨拨森子 不可思议吧 国共两党当时水火不容 蒋介石对于共产党人陈庚 不失以酷刑 相反 还愚尊将贵 态度谦和 这个 这是为什么呀 是吧 这其中当然有原因 什么原因呢 咱们从头说起 介绍一下陈庚先 陈庚原名叫陈树康 1903年出生在湖南香香的一个将门世家 他的祖父陈毅琼早年加入乡军 原本只是一个火头军 可是由于英勇善战履历战功 后来做到了乡军的管带 成为了一方名士 可以说陈庚是打小听着祖父打仗的故事长大的 陈庚六岁的时候呢 就开始接受私塾教育 通德儒家经典 但从小 祖父祖母对他的耳濡目染 就在他的心中啊 埋下了一颗头军从容的种子 1915年 陈庚结束私塾学业 来到了一家二十里地的高等小学堂 在那里他开始接触到了民主思想 由此蒙发了忧国忧民的意识 立志要赴国强兵 不过他虽有宏大志向 无奈父母观念陈旧 1917年年仅15岁的陈庚 遭遇了当时很多同龄人相同的问题 那就是父母要给他包办婚姻 陈庚是接受了民主思想的 这哪能答应啊 当即要求退婚 可是父母死活不答应 逼着他完婚怎么办 万般无奈之下 当时尚未成年的陈庚 便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次 重大抉择 逃婚 新婚之夜 他趁乱逃跑 逃哪儿去了呢 四处漂泊 那段时间陈庚吃了不少苦 入过乡军 当过差 也卖过苦力 但最重要的是 他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而就在那段日子里边 他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 接触到了共产主义 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么身为共产党人 陈庚又怎么跟蒋介石 扯上了关系 有这样的渊源呢 这就得说到1924年了 众所周知 1924年 中国历史上一所著名的军校 在广州诞生了 它就是国共第一次合作 共同创办的黄埔军校 党日呢 正是北洋政策混转时期 盛中山广州国民政府 决定以越境政策总指定 陈庚明合作部罢 那陈庚明却悲心起义 临臣倒过 共在了广州总统府 这让盛中山统计地认识到 就境外已经不深应革命事业的发展 他就需要结立一次 有九共的军队 一日 他开始创办黄埔军校 任兵蒋介石 单身校长 前面说了 陈庚从小就有投军从容的志向 得知黄埔军校招生 当然不能错过 他第一时间就赶去报了名 而他当时并不知道 在最后一门考试口试的时候 主考官也就是校长蒋介石 就开始注意到他了 怎么呢 当时学员进考场要喊一声报告 而陈庚的那一声报告 铿锵有力 据说蒋介石当时的评价是 从陈庚的声音里边 他听出了浓浓的军人味道 就这样 当陈庚把自己是将门之后 怎么逃婚离家 怎么想从军报国的想法说完 蒋介石当即就录取了他 这就是蒋介石和陈庚渊源的开始 他们是师生 并且陈庚还是从一进校门 就被蒋介石看好的学生 只是蒋介石没有料到 自己看好的学生进校没多久啊 就给他惹了麻烦 大麻烦 什么呢 据陈庚传义书记载 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 仅两个月 学校就张贴公告 要开出一个名叫宣侠府的学员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宣侠府反对蒋校长指定党小组长 他认为这是独断专行 要求校方改用选举的方式推选组长 结果呢 蒋校长很生气 所以就开除了他 了解到这个情况呢 这个陈庚很生气啊 他冲上前去一把就把布告给撕掉了 并且对围观的同学说 革命党内部如果没有民主制度 那跟封建军阀有什么区别 他建议 大家以罢课的形式来抗议校方的专制 注意啊 开除宣侠府是蒋建石做出的决定 那所谓的反对校方专制 不就是反对蒋建石的专制吗 一时之间 陈庚的话让很多学员是群情激愤 一场罢课运动眼看就要发生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物的出现 最终让陈庚啊 还是放弃了这次罢课运动 谁啊 这位著名的国民党人廖仲凯 当时他是军校的党代表 了解到学生的不满之后 他立刻赶往学校 对陈庚和宣侠府进行了劝慰 这其中有一番话说动了陈庚 说了什么呢 革命正处于关键时期 学校一旦停课 势必给革命带来不利影响 廖仲凯说的是实情 一所革命学校 刚刚开学两个月 学生就闹罢课 这个学校还怎么办呢 革命还怎么进行下去啊 为了顾全大局 陈庚最终放弃了罢课运动 好了 事态平息了 但陈庚因此得罪了蒋介石了 这也是事实啊 可是蒋介石也没有想到 不久之后的一件事情 却又让他对陈庚有了彻底的改观 什么事情啊 这么厉害 下节说 黄埔时期 陈庚的何种行为 让蒋介石刮目相看 二次东征 陈庚怎样成了 蒋介石的救命恩人 在中央特科 他又如何化解周恩来的危机 青年陈庚的铁血传奇 江西卫视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进入黄沐军校不久 陈庚就得罪了蒋介石 可是后来蒋介石对陈庚的态度 又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 为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 国民革命军的第一次东征了 1925年2月 国民革命军展开第一次东征 讨伐广东军阀陈庚明 4月 陈庚明不被击败 逃出东江地区 6月 东征军决定回师 平定盘去广州的滇军和贵军的叛乱 接到命令之后 蒋介石决定派人先潜入广州 探听虚实之后 再确定作战计划 派谁前去呢 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 便是陈庚 为什么 有人可能会想啊 还不是因为之前陈庚得罪了他吗 所以找机会报复他呀 说实话 蒋介石当时第一个想到陈庚 真不是为了报复他 当时他的事业才刚刚起步 正是用人之际 他为什么第一个想到的是陈庚呢 这是因为 通过宣侠府事件 他发现 陈庚的脑子很灵活呀 因势力道 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 这正是打探军情所必须的基本素质 那么陈庚完成了任务吗 陈庚假扮学生混进广州城 大胆激敏地骗过了巡逻的军队 很快就摸清楚了广州城内敌军的火力分布情况 并且顺利地带着情报回到了黄埔道 陈庚自弹道的这个准确情报 和他绘制的激进火力分布图 使得黄埔军胜利解溃了军队 广州总统府是12府的 陈庚胆大欣喜 激进沉密的行事作风 迫着蒋介石赏赏 注意 陈庚这次行动的成功 还只是让蒋介石对他有所改观而已 还没有达到那么彻底的180度的转变 那么是什么让蒋介石对陈庚的态度发生彻底转变的呢 咱们往下说 1925年9月 陈庚明趁东征军回使广州平派的机会 重新占领了东乡 国民革命军于是第二次东征 再次讨伐陈庚明 10月 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发出了进攻命令 可是没想到 由于第三师在不了解敌情的情况下 草率出兵 结果部队陷入重重围困之中 蒋介石得知情况之后很是着急啊 亲自赶去督战 不料想 第三师已经溃不成军 以至于督战的蒋介石也深陷险境 当时谁在他身边呢 正是陈庚 注意 这里咱们要说一段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秘密了 当时因为情况太过危急 陈庚二话不说 拉着蒋介石就往山下撤退 可是没想到 撤道半道 蒋介石突然贪坐于地 不走了 紧接着 他拔出随身携带的短剑 就要往自己的要害部位捅过去 他呀 要想自杀 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当年二次东征的时候 蒋介石曾经闹过这么一处 为什么呢 仗打成这个样子 身为东征军的总指挥 他自觉颜面无存 所幸的是 陈庚发现及时 一把夺过他的短剑说 你是总指挥 你的行动会对整个战役发生影响 校长 你要顾全大军 说完 他背起蒋介石 不顾一切的狂奔了七八里一地 这才脱离危险 回到黄埔指挥部 这段过往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陈庚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 事实上 陈庚对蒋介石的恩情 还不止于此 回到指挥部 蒋介石立刻修书 向周恩来求援 周恩来当时在哪呢 当时的周恩来指挥的第一师 距离指挥部一百多里地 那个时候没有电话 得靠人送信呢 谁去送信呢 蒋介石看了一圈 身边几个军官都没人作声 为什么呢 那一百多里地全是山路不说 中间还要穿越土匪出没的莲花山 搞不好那就是有去无回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又是陈庚是挺身而出 过程咱们就不细说了 这一次陈庚又是不如使命 一夜奔走一百多里山路 按时把信送到了周恩来的手里 为蒋介石搬来了救兵 那么跟蒋介石既有师生之一 又对蒋介石有过救命之恩的陈庚 怎么后来又成了蒋介石的 接下之球呢 这就说到陈庚青年时期那段 隐秘的特殊岁月 众所周知 1927年7月 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 破裂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 8月1日凌晨 在周恩来 贺龙 叶挺 朱德 刘伯承的领导之下 南昌起义爆发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当时陈庚就参加了八一协议 不信的是 在战斗当中 他附了重伤 膝盖 颈骨 飞骨三个地方 被子弹打穿 被秘密安排到了广东一家医院进行治疗 可没想到 在国民党大肆搜捕行动当中 由于派去通知陈庚转移的人临危逃脱 导致陈庚和部队失去了联系 当时还是医院的一位女护士 把她藏在了女厕所里边 才侥幸捡回了一条性命 那么之后她去了哪里呢 由于跟部队跟党组织都失去了联系 之后她几经辗转 来到上海跟妻子王根英团聚了 王根英也是共产党员 而当王根英把陈庚回来的消息 报告给上级党组织的时候 有一个人非常高兴 谁呀 周恩来 对陈庚 周恩来是太了解了 从黄埔军校到国民革命军东征 再到八一起义 周恩来是看着陈庚成长起来的 他知道陈庚忠诚可靠 沉着机制 于是在陈庚商好之后 把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他 那就是中央特科的情报科 中共中央的特科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的二十至三十年代 期间结立起来的一个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 主要从事地下工作 是一个十分激烈而且非常重要的组织 周恩来希望由忠诚可靠 成了几次与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的同志 来担任负责人 陈庚呢 当然是最为赫色的人血了 这里得重点说一句啊 当年在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这个位置上 陈庚那真是功不可没呀 说一件事情 当时有一个叫做黄帝红的 原来呢 跟陈庚是同学 也是黄埔一期的学员 后来去了苏联莫斯科留学 1930年4月 黄帝红从苏联回国 当时周恩来和他约好见面 并且约定了地点 可是回来后 黄帝红发现 革命形势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 到处捕杀共产党人 黄帝红啊 怂了 害怕了 他决定转变立场 于是秘密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 说 蒋校长 你不是很想抓到周恩来吗 周恩来约了我 什么时候在什么什么地方 见面 他这是要通过出卖周恩来 以换得他的荣华富贵啊 说实话 他的出卖行为真要得逞了 那不仅是周恩来面临生命危险 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 甚至是灭顶之灾 那么黄帝红这么隐秘的背叛 又是怎么失败的呢 是吧 我们后来知道周恩来没事啊 这就要说到 陈庚共不可没了 陈庚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之后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打入敌特内部 建立反间谍王 1928年5月 陈庚注意到国民党左派有一个叫做杨登赢的 虽然也是个情报人员 可是此人对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很不满 很同情共产党人 便主动和杨登赢见了面 几经争取杨登赢答应为陈庚提供情报 杨登赢成为双重间谍后发挥了巨大的做 他提供的情报对于保卫中共党组织高层的安全 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巧的是 当叛徒黄帝红把周恩来约他见面的情报 透露给国民党之后 国民党把街头的任务就派给了杨登赢 杨登赢迅速将情报报告给了陈庚 这才让周恩来躲过此意见 那么叛徒黄帝红的下场如何呢 很多人必须关心这个问题对不对 没过多久 他就被中央特科秘密处决了 身为叛徒 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这是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 陈庚的一个重大的功劳 再说另一件大事 陈庚在情报工作方面确实表现突充 1930年5月 中共中央要在上海秘密召开 全国国外代表大会 大会的这个保卫任务就交到了陈庚上 上海滩一片白色恐怖 陈庚如何保障大会顺利召开 代表众多 他又如何保障代表们的安全 一场电影 他为何会被国民党逮捕 面对劝祥他又怎样针锋相对 青年陈庚的铁血传奇 江西卫视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 要保障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 并且保障代表们的安全 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怎么样才能做到不出半点纰漏呢 陈庚先后两次到英租界的赫德里路 对地形进行了详细侦查 经过缜密思考 他制定了一个大胆而特别的计划 什么计划呢 租下了赫德里路的一栋四层红楼 接着呢 在寻补房对面的东方旅设开了几间房 这是为了便于就近监视寻补和特务的动向 接着他把租下来的红楼改装成了一家医院 一楼呢 是普通门诊 开设挂号窗口 由特科人员担任门卫和帐房 这样就可以阻止不相干的人意外闯入 二楼和三楼 就是所谓的病房了 谁住啊 当然是与会代表了 而且所有的医生和护士 也都是特科人员 至于四楼 那就不用说了 举行大会的会议室就在这儿啊 考虑周全吧 病人看病住院 人再多也不会引起外界警觉 可是他还是觉得不够 陈庚啊 还在会场的隔壁又租了一套房子 把这里打通成为会场的秘密通道 一旦发生意外 与会者可以通过秘密通道迅速转移 就这样 一切安排妥当 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得以顺利召开 那么向来干练机敏沉着冷静的陈庚 怎么又会被国民党逮捕而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呢 这就要说到1933年了 源头在1931年9月 根据工作需要 陈庚被中央派往厄域晚苏区工作 他先后参加了多次厄与晚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作战 可是很不幸啊 1932年9月在新极西北湖山寨的战斗当中呢 他的右腿负伤不得不离开部队 前回上海治疗 本来呢 对他前回上海国民党是毫无察觉的 到了1933年3月 他的伤呢也好得差不多了 他本人准备要重返苏区 可是没想到 就在临行之前的那天 一个意外让他陷入了险境 那是3月24号的下午 他刚巧路过戏院 突然就想临行前在上海啊 再看一场电影吧 进去了 可是他刚刚落座 旁边有个男的错落过来 跟他打招呼 陈庚当时就一惊啊 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 可是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这是谁啊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想了好一会儿 陈庚终于想起来了 那个男的名叫张阿林 曾经在上海特科工作过 难怪认识自己 当时陈庚不留的心里一紧啊 这个人了解自己的身份 会不会出卖自己呢 陈庚悄悄观察这个张阿林 他就发现 张阿林的神情果然不太自然 陈庚感觉不好 就假装去上厕所 可是没想到 这个张阿林真就咬上他了 说我也要去上厕所 陈庚一看不行 上完厕所之后就说 要去买包瓜子 这个时候张阿林 原形毕露了 他一把拽住陈庚 然后掏出口哨是拼命的吹 陈庚一看不行 用力甩开他 可谁知就在这个档口 用力过猛他腿伤发作 等缓过劲来 英国巡捕已经闻声而来 此时张阿林大叫抓住他 抓住他 他是中共要犯 陈庚 就这样陈庚意外被捕了 而且很快被转押到了国民党手里 可是开篇我们说了 陈庚是在哪儿见的蒋介石呢 国民党南昌的行营 就在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城市 那么在上海被捕的陈庚 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南昌呢 这就要说到他被捕之后的经历 陈庚被捕的消息 很快就惊动了国民党的最高统帅蒋介石 蒋介石当即下达批示 将陈庚安全地从上海押戒至南京 另外老蒋还特别加注了一条 只要陈庚不跑 他想怎么着都行 蒋介石只属于如此 终止陈庚 北京是由于他建议宽匠的金人品质 以及他对蒋介石的救命之恩 更重要的是 这就是蒋介石所想要的呀 他想劝详陈庚 以得到中共方面的更多情报 不过他也知道陈庚的为人和品性 所以他并没有着急着见他 而是做了一番精心的安排 怎么安排的呢 据陈庚传义书记载 陈庚到了南京之后并没有直接押往监狱 而是被带到了南京的夫子庙 在那里县兵队长亲自安排 让他先舒舒服服的洗了个澡 接着同为黄埔一系的邓文仪等人 有七八个吧 以同学的身份来了 干嘛呢 说是看望其实都是说一刻 而您知道陈庚是怎么对付这些人的吗 既然来了 那那就陪我去中山陵吧 我想向孙先生汇报 蒋介石是怎么一个毒妇民贼 这一番的话 弄得所有人是哭笑不得 蒋介石本想打同窗情义这张牌 来劝想陈庚 却没想到陈庚非但不为所动 还在夏辽面前束落自己 蒋介石决定释出第二招 让共产党的叛徒顾顺章来献身说法 顾顺章什么人 这个很明显 大叛徒啊 对不对 我们节目专门说过他 曾经的红色特工 中央特科负责人呢 陈庚的老领导 但是呢 贪财好色 后来被捕便捷 给我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那么您说这样的人 陈庚会是什么态度呢 那态度只有一个呀 那就是劈头盖脸的妈呀 是吧 咱们十一看 他安排的这些人都没有用处 那怎么办 他只得将陈庚秘密 要往南昌 亲自劝详 至于蒋介石的劝详效果 节目开篇咱们已经细说了 陈庚呢 何美冷对 最后蒋介石 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说 只要你同意写一份 认错声明 我就会给你一条好的出路 那么陈庚写了吗 他很爽快地接过了纸笔 可是他写的是 打倒蒋介石 独裁 不得人心 哎哟喂 当时把蒋介石给气的呀 脸都绿了 拂袖而去 不过这里还得说一句 幸亏蒋介石这个人呢 在这个救命之恩这个问题上 还不算忘本 虽然是非常生气 可是因为陈庚对他 确有救命之恩呢 蒋介石一时之间 也没拿他怎么样吧 后来 由于宋庆龄等社会贤达 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 积极营救 陈庚呢 重获了自由 此后 他历经长征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立下了汉马功劳 成为了著名的新中国开国大将之一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新疗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